画街上文 就在日月神教教主人天行灭亡武当之时 武当派的一名小道士雁冲天 按照武当掌门的遗言 前往藏经阁之中 偷偷拿走了那本记载着九阳神功的《愣家经》 雁冲天带着《愣家经》一路逃到了苗江之地 他在苗江之地前心修炼九阳真经 在神功大成之日为武当报仇血恨 一日他在练功之时 遇见了一只硕大无比的兵残 他出于好奇就上前碰了一下 谁知道兵残大惊之下 竟然咬住了他的手指 瞬间雁冲天被兵残的寒毒侵蚀了全身 只见他浑身上下结出了一层冰 就在他以为自己要死掉之时 他体内的九阳真气发挥了作用 那治刚治阳的九阳真气 与那冰残的寒毒互相碰撞 竟然奇迹般的让雁冲天重获新生 不仅身上的寒毒全部解除了 而且原本雁冲天身上的那层冰 也变成了一层银色的残剑 而此时的雁冲天体内的真气 一直在不停地运转着 他就好像是一个残勇 等待着破茧成蝶的那一刻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后 只听见一声通天彻底的巨响 那残剑破开了 而雁冲天就从中飞出 此时的雁冲天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他随手一掌打出 就将巨尸打得粉碎 他有点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以为自己中了冰残的寒毒要死了 没曾想到竟然意外提升了自己的功力 雁冲天想着自己当时中了冰残之毒后的情景 他将过程仔细地回想了一下 他根据残吐司接茧的特性 将九阳真经的武学道理融入了进去 最后竟然让他创出一门举世无双的神功 因为这门武功有着像残一样接茧的特性 于是雁冲天就将这门神功命名为天残神功 创出天残神功后的雁冲天 日夜勤家苦练 武功增进那是一日千里 而此时的中原武林却是腥风血雨 杀戮不断 这场江湖浩劫该由谁来拯救呢 遇之后事如何 请看下期视频讲解 谢谢